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铁面担心 回吾 过云 今天再现回吾 回吾 回藏身 几下法剑来相助 天真贪婚 无数美全发剑 包青天 几下无依为吾 穿千步 乱兵称赞回吾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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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整日未見呢 學生斗膽自作主張 為陳舟之行做了一些其他的準備 那是甚麼準備 公孫先生, 這些是甚麼 大人, 這些是徐大人 一同前往陳舟的御札三刀 御札三刀 皇上所辭, 明明是御札三刀 本府明白了 公孫先生是借助諸陰之辯 去製作出這三刀刀 不過這三刀刀又有何用途? 大人請提 這個龍頭閘 閘的是那些將勢莽為的皇親國戚 虎頭閘, 閘的是貪贓枉法的貪官污吏 而這個九頭閘 就專責那些如玉香里橫行霸道的 土豪惡霸 若蒙皇上恩准授權 有此三刀刀徐行 大人陳舟查鎮 無論遇上任何麻煩 都會迎刃而解 必能不負皇上所託之重責大任 大人是否擔心 皇上未必恩准帶同徐行 好, 明天本府進攻向皇上辭行之時 就帶同這三刀刀 看看是否可請皇上賜下 此欲襲三刀 中文字幕 林宗盧 森林宗盧 作詞、保安 局、水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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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些刑具真是前所未見 單是像襲刀,就足以令人不寒而律 相信再搞罰的罪犯 在襲刀之前,都要苦受認罪 張朕所賜的御札三刀,改為御札三刀 包拯,不像是你平日的作風 神不敢隱瞞 都是神府中公孫賊的考試 公孫賊一位何人? 王Sir 公孫先生雖然是個落弟書生 但是博古通金,智慧過仁 又敢於包大人對他的知餘之恩 以暴依身分,災旁效力 出謀献查,可以說是無人可及 好,朕也不知包兄家身邊 有如此能人 公孫賊神堪稱是神的 良師益猶,聞膽自農 多年來,協助神,屢破奇案 今次,神奉之陳舟查鎮 共孫先生擔心神未能完成任務 所以攪盡腦執 連夜設計出這三枱閘刀 是否恩准,還請皇上聖財 皇上聖財,醫下如何 回皇上,老臣認為包大人陳舟查鎮 雖然是奉旨而行 但怕未必可以令人心服 如果有遇刺雜刀隨行助威 便能起到震懾之下 那麼陳舟之行自然會時半功賠 為大宋朝廷陳舟機民著想 皇上,你當恩准 好,朕相信包慶家會秉公執法 謹慎行事 皇上聖相 老臣在 全朕旨意,通令全國 如刺雜刀,如朕親臨 先斬後奏,有法無情 老臣遵旨 包請 臣在 此三枱同雜雖重 但代表權並意義更是重如萬斤 若要動用,必須私之再三 躺若被朕發言,你有濫用之嫌 朕不但要追回雜刀 還要對你興師問罪 你要心事 神夢皇上信任 誓當如臨深淵,如理薄兵 審診查證,移報盛恩 好,你盡快出京 武必將陳舟放鎮之事 替朕查個水落石出 神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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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本來就不信林峰插了翅飛走了 我… 逐家逐戶, 一進一進地守 校爺, 下官保證把林峰捉回來 還不去? 是… 快去吧 是… 這個這麼沒用的人 怎麼會做到折袖? 校爺, 林峰會不會離開了陳舟 絕對不可能 承換警衛森嚴, 他怎麼可能跑出去 那個劫法強力高手 可以在眾目攜位之下劫走他 帶他出城, 應該不會太困難 就算他真的已經逃離陳舟 兩人都不敢回來 不過, 亦是派我們的人出去 假設他仍然留在陳舟 想靠蔣元的手下找到他 怕撤也不可能 是, 屬下立即安排 既然如此, 我去殺了龐玉 幫老百姓出口氣 展大俠萬萬不可 難道龐玉的所作所為, 麻煩你殺 殺他不可用私刑 你們這些做官爺, 為什麼都不於乎 同樣是取其性命, 又有什麼不同? 殺龐玉雖然可以虧憤 但是不可以令他的惡行公諸於世 更不可以令後繼之人有所警惕 只有要他在國犯面前 苦手認罪, 明正典刑 才能夠令陳舟百姓所受的冤屈 得到超說 那你剛才說 龐玉恥署著他爹和妹妹的權勢 才會這麼囂張 試問, 又有哪個官員敢自他罪? 如果展大俠 相信我有膽識揭發龐玉 就應該相信 朝廷也有不為他的權勢 敢自他罪的人 至少開封府的包大人 就是其中之一 大龐玉內套太大 包大人他真的敢嗎? 陳舟之舟長員參見陰差包大人 長大人面黎 謝包大人 包大人, 你為什麼選擇易館來住? 易館原本是為了往外官員暫宿而設 本府暫住易館乃理所當然 但是這裡太簡陋了 客官已經在周牙替包大人安排好了 請包大人… 不必了, 其他人能住 本府自然能住 是…包大人廉潔簡婆, 天下皆知 本府離檔先去拜見安樂侯爺 不知侯爺是否住在周牙? 這層…侯爺為方便鎮災 他在陳舟設立了行館 就這樣 本府明天一早先去拜見侯爺 然後再去周牙查案鎮災的相關文卷 是…下官一定準備好 公侯包大人的查閱 包請要來查鎮就由他查吧 你有什麼好害怕? 但是…我… 幹什麼?難道你沒有按照本侯的吩咐 把鎮糧、鎮銀發放的情形 再做章策嗎? 不是這樣 民安和章策, 下官當然已經準備好了 只是那些鎮糧、鎮銀並沒有真正發放下去 萬一… 掌員,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沒錯, 鎮糧、鎮銀是本侯扣的 不過你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嗎? 有… 牛爺的關照下官感激萬分 只是下官… 你說了嗎?包請不是只是來查鎮嗎? 明天一早 好, 你在糧倉多拿些糧食出來 派給災民 本侯要給包請親眼看清楚 本侯是怎麼看出陳舟災民的 是…下官馬上安排 侯爺, 包大人他還跟我說 明天一早就來拜見侯爺 然後…然後再去周牙 這樣就差不多了 本侯還以為他真是目中無人 他奉子來查鎮 本侯奉子來放鎮 都是為皇上辦事 不過他這個小小三品苦韻 比起我這個安樂侯 身分差太遠了 當然了, 侯爺的身分尊貴 誰會比得上 好…你還快點去準備 是…下官告退… 侯爺, 對包大人 還是不要吊兒輕心才好 有什麼好的 本侯就不相信他敢對付我 他不要忘記 本侯有一位當朝太師的爹 還有一位皇上最寵愛的貴妃妹妹 好, 皇上 皇上 外妃請起 外妃怎麼來朕的御書房 朕還準備今晚去你寢宮 臣妾有事來求皇上 有事求枕 退下 是 外妃請說 皇上, 臣妾聽說包大人去了陳舟 外妃, 朕不是說過了嗎? 後宮不得乾淨 皇上, 臣妾並不是要乾淨 而是… 皇上, 龐玉是臣妾的哥哥 無論龐玉是何人 朕派他去陳舟放鎮 卻存來災民的不滿之聲 所以朕先派包請前往陳舟查鎮 這些是朝廷的公事 你來求朕幹什麼? 臣妾是擔心包大人會對他不利 外妃 如果龐玉問心無愧 即嫌炮包請去查 如果他真是放鎮不利 查辦他也是理所當然 就算在朕 也不會殉屍互短 皇上 如果龐玉真是做了錯事 臣妾無話可說 臣妾只求皇上 要包大人把他帶回京城審判 不能讓包大人在陳舟審他 為什麼不可以? 包請一向秉公辦事 滿朝文武都知道他是公正 難道外妃怕他們旁憂不公? 皇上 包大人和爹之間是有舊縣 而且他又有你遇刺的雜刀 萬一他借機報復 不會 朕不相信包請會向人報復 更不相信他會濫用朕所持的雜刀 你多慮 皇上, 我的年紀大了 只有我哥哥一個兒子 臣妾實在不忍心 看見他老人家傷心難過 求皇上勝全 外妃, 你跪下來幹什麼?起來 不起 臣妾懇請皇上下旨 不准包大人對龐玉動用雜刀 如果皇上不答應 臣妾在跪死為止 你… 好…你給朕小子考慮 你起來 皇上 外妃 朕會考慮下旨的事 你如果再不起來 那就不管了 謝皇上 皇上答應了下旨沒有? 還沒有 是, 不過他答應女兒一定會考慮 這樣又不行 你哥哥的性命快保不住了 爹, 你別擔心 女兒一定會勸服皇上頒在這裡聖旨 恐怕來不及了 那… 不如這樣 你催促皇上馬上下旨 我去陳州想辦法拖著那個包請 女兒 你哥哥的性命全靠你了 那我先走了 好 包大人, 經入住易館 包大人 果然一落千金 三天就到了 田中, 快帶我見包大人 你不能去 為甚麼 周華的人到處找你 在這個時候 你又怎能露面 如果龐玉知道你和包大人見面 他就會有所警覺 買他孤住一宅 反而誤時 不如這樣 你們兩個先留在這裡 好 等晚上我去易館找包大人 我想看看他對這案子有甚麼看法 展大俠是想幫包大人 揭發龐玉的罪行? 我們江湖人最怕跟官府打交道 這件事我恐怕不方便插手 展大俠, 你冒險把我救出法場 終於證明你是一位 合肝義膽的浩傑義士 既然你和包大人早已相識 想必知道包大人的為人 如果能夠協助包大人 揭發更多的貪官污吏 拯救更多人的性命 又何樂而不為呢 誰 你是甚麼人 張龍, 你不認得我嗎 張大俠, 你來了嗎 兩位, 很久沒見 張大俠, 怎麼會在這裡 聽說包大人來了陳舟 我們來見見他 展義士一別多年 真想不到會在陳舟重複 包大人名聲開封府苦運 展昭在此恭鴻 慚愧, 本夫只是責任家寵義 展大俠, 怎麼知道大人來了陳舟 聽說包大人身邊 有一位足智多盟的公孫先生 想必這位就是 不敢, 學生正是公孫賊 倘若展偕五道名來義 恐怕難解公孫先生心中之意 展大俠見笑了 包大人, 我在途中巧遇田舟 得知龐玉的所作所為 我趕去法場救走了林峰 如今他們等你對付龐玉 林峰如今身在何處 他想來見大人 但是我怕會引起龐玉的注意 暫時不讓他露面 展義士顧慮周全 林峰之客的確不如露面 不過他的藏身之處安全嗎 他目前在成舊一座破廟 展某認為很安全 以防萬一多度準備好一點 公孫先生 學生在 挑選幾個機敏的士兵 裝扮成災民無恙 才能保護林峰的安全 是, 學生稍後就去安排 就請展大俠大路 客氣, 包大人明天會去見龐玉 沒錯 一則依禮拜見 再則要試探他的反應 包大人去侯府合適嗎 此話何解 萬一他在侯府對你不利 無妨, 龐玉雖然囂張不胡 但本府尿他都不敢公然對皇上 所派的陰差落手 何以見得 展大俠 如果大人在侯府遭到不賊 龐玉推卸不到責任 所以他絕對不敢對大人 採取不利的舉動 看來是子某過濾 展二時關懷之情 本府感激 請說本府無媚 展二時合肝而膽 又有一身絕頂的武功 倘若能為朝廷做事 失為朝廷之行百姓之福 還請包大人見諒 展昭習慣浪漬江湖之有志在 恐怕要令包大人失望 算了, 是本府奢求 不過龐玉這件事 既然被我遇到 我自然會留下助包大人一臂之力 直到龐玉依法自罪 多謝展二時 大人明日一早還要過去侯府 何不早點休息 學生和展大俠 還要安排保護臨風之事 也好, 有勞展二時了 不敢當 請 公孫先生, 為何停步不前 展大俠, 公孫賊心中有話 實在不吐不快 請說 展大俠救了臨風林大人 右仗已留在陳州幫忙 正好符合南俠展昭 錯強扶藥, 侄惡如仇的江湖傳言 但是方才包大人有意招理入朝 展大俠何以拒絕呢 公孫先生 想必熟悉江湖之事 肯若展某一旦加入朝廷官府 就會成為鷹犬爪牙 展某可以答應 展大俠請恕在下直言 包大人和一般的官員不同 若展大俠真肯入朝為官 絕對不會成為鷹犬爪牙 而是能夠真正替黎民百姓盡心盡力 豈不是強的江湖好多 包大人為官, 我心知肚明 只不過… 展大俠不必急於一時 你何不看包大人如何處置龐竹之後 再作定論 本府奉旨前來查陣 打擾之處, 還請侯爺見諒 客氣 包大人你想查什麼, 問什麼 儘管開口 本侯一定全力配合 謝謝侯爺 不過依照朝廷的體制 陳舟舟牙 只是執行放鎮的地方官府 若無必要, 不敢勞犯侯爺 本侯奉旨放鎮 如今包大人就奉旨來查陣 莫非皇上對本侯不信任 侯爺多慮了 歷來放鎮總會有些流言蜚語 皇上命本府遷來查陣 只是要查明真相到絕流言 這樣就好 否則本侯就誤以為知州長大人 跟那個通判臨風一樣 瞞著本侯私底下做了些什麼 苛購贈災錢糧的勾當 本府稍後前往周衙 一查就知道 包大人若然查到問題 請立刻知會本侯一聲 那當然 不過本府相信 後夜奉旨來放鎮 那長大人他必定兢兢兢兢 不至於犯錯之矮 本侯亦希望如此 否則本侯豈不是失職 公務為先, 本府告辭 包大人請便 去下飛尾攀 就好嗎? 好威力、朋友 這幾個拿有很多 兩隻有很多 肩成功 快拿來 過來, 過來 過來, 過來 過來, 過來 包大人, 每次發放真糧都是這樣的 災民飢餓難度, 只是人知尚知 是… 真糧多久發放一次 三明, 每三明都發放一次 是, 今天包大人不正好遇上了 好, 那本府要看人家的放鎮記錄 是…包大人請 好了, 退下了 是 蔣大人, 陳舟饑荒 你做知舟想被人格外辛苦 會, 包大人 下官職責所在, 不敢說辛苦兩個字 出京之時 朝廷已經將通判臨風犯案之事 向本府說明 他為了貪圖財富 竟然連災民的救命前隆都敢試吞 這樣做不僅不知羞恥 簡直是死有餘辜 那林峰在不在大陸之中 本府很想當面對他分析一番 那… 幹什麼? 本府不能去嗎? 不是… 包大人, 林峰他…他不是大陸 怎麼會這樣? 他…他被人劫走了 我, 至今下落不明 很大膽, 他們竟然敢去帶牢劫醜 不是…不是帶牢, 是發牆 發牆? 林峰雖然犯法 但是你是沒權將他審訊判盡 你當送去京城, 救刑部處折 不是…我要這樣做 是侯爺下令這樣做 侯爺為何急要處置他? 侯爺他… 他… 侯爺他… 他… 他為了安撫災民的激憤之情 被面造成凍亂 所以才立刻把他判刑處斬 那處置算恰當 不過蔣大人必須立即將他們 漆暴歸額 不可以讓他們逍遙法外 是…下官正在全力最齊之中 起來吧 謝大人 在仗賊之中 可曾將林峰侵吞的部份詳細記載 有呀… 除此之外 還有真糧真人的發放日期 數量 和… 和鎮制災民的簽單名查都在裡面 是… 將龍召府 送下載 去周牙梁倉 核對夫全 是 是 蔣大人 下官在 將鎮銀發放的情形 拿給本府大廈 是… 你們倆果然躲在這裡 還安排人保護你們 不用留戶口, 全部殺死 是 是 你是誰? 侯府的事都敢管? 我連法場都敢見 還有什麼不夠膽? 上 是 我已經手下留情了 如果你們還不離開 休怪我大開殺戒 走 走… 此地不宜久留 他們不會就此罷休 是 是 啟稟大人 梁倉的庫存 和將冊上所記載的 完全相同 公孫先生 大人 公孫先生, 都查清楚了 匯大人 都已經查清楚了 公孫先生, 去…去查什麼? 蔣大人, 與你有何關係? 是…下官… 只要蔣大人, 一切都依法執行 公孫先生去查什麼, 又何需擔心? 是…下官多言… 後夜方鎮之初 雖然帶了不少鎮糧前來 但是長期發放的話, 賞必不足 那些不足的糧食 就是用鎮銀買回來的 一切有葬可賊… 好吧, 今天到此為止 本府明日再查 是…下官公頌北行大人 打下修條 將所有與放鎮有關的仗賊 都帶回營館一一查核 是, 帶走 是 好 找到他也殺不了他 有人在保護他, 其中有一名高手 沒章實在不夠他打 是什麼高手? 他說, 劫搜林峰的就是他 一把沒用的犯恐, 給我滾 滾… 康鳳, 你親自帶人去 後夜, 他們一定早就離開了 不可能還在那裡 好 那個林峰現在是我們最大的麻煩 如果被包請找到他 你指正本喉 那就大事不妙了 後夜, 本來這些事都是項複負責 但是現在關係到後夜 屬下就不可以不出聲了 你有什麼就快點說 屬下認為如今關鍵在包大人身上 只要他死了 那個林峰就算還在生 也無法奈何後夜理 要殺他就由我去 不過未必可以這麼相信你 雖然我沒有你這身這麼好的武功 但是我有辦法不費吹灰之力 令包大人雲歸西天 彭你? 怎麼了?你不相信 還是怕我搶了你的功勞? 龐安, 你有話就說 別說這麼多廢話 後夜, 你忘了木道人嗎? 木道人? 只會收仙連丹 難道你想叫他殺人嗎? 後夜有所不知 那個木道人有很多妙法先順 只要他肯出手 十個包大人都過不了明天 好, 那你就快點請他出手 快點去 屬下馬上去安排 是 後夜, 這些旁門阻道不可順 還是等屬下去吧 不用, 木道人這位先師 心得本厚信服 就讓他去試試 如果不行, 你再去也不遲 是 我剛才在侯爺面前跨下海口 幫你催去 這件事, 你真的有把握? 當然 這些下符施咒的本領 我真的有 但是包大人他不是一般的人 有傳他懂得通神俱鬼 單憑你的道順 對他真的有效? 就算他是大駱神仙 但是遇到我這件寶貝 也會沒命 這枝…是一枝髮簪而已 不要小看這枝髮簪 我們道家的祖師爺 太上路君 收道的時候走去帶著他 他羽化升仙之後 這枝髮簪就傳到後世 千年以來 遇曉紅遇, 遇仙珠仙 有這樣的寶貝 你說你還有什麼好擔心? 木道仁, 不要說我小看你 如果他真的發寶的話 會落入你手中 你到底在哪裡找回來? 這就是機緣 算了, 你別管我怎麼找回來 只要他讓我們達到目的 這樣就可以了 我要開始作法了 你呢?再去吧 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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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會 不會 大人, 學生根據帳策資料 逐一向領鎮梁的人查證 其中幾乎全部都是找人頂替 足以證明, 張策造假 龐玉, 黑購鎮銀鎮梁 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好, 這就是龐玉侵吞鎮賓的鐵證 將你的證據一一記錄整理 作為一口情堂證物 是, 大人, 學生上有事不明白 公書先生請過 既然大人要查明鎮災將策的真偽 何以先告知長元 這樣做的話, 不是令他們有所警覺嗎 本府正刻意向那個長元示顏 他為求自保 將會是指控龐玉侵吞鎮賓的 最佳人席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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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公書先生, 大人究竟做什麼事? 我讀遍義書, 妄稱精東奇王之術 對大人為何如此, 卻就一無所知 一籌莫淺 大人是不是中了什麼有毒之物? 不是, 如果中毒, 我不會看不出 大人明明好好的, 怎麼會? 怎麼突然會變成這樣? 公書先生, 大人現在的情況到底怎麼樣? 大人的墨象, 紋亂又微弱 臣子仍處於昏迷之中 除此之外, 並沒有其他症狀 你們無需太擔憂 我對相仁之術頗有鑽然 大人絕非絕望之上 唯今之計, 只好靜靜等候大人 致行騷醒過來 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們去做的? 讓大人安靜地休養 你們輪流守著門口 不要讓大人受到任何騷擾 是… 我怎麼回事 你有什麼事 你不要亂 剛才在大人裡 去吧 你誰要怎樣 好久 你為何我沒開 我以為你 你不是有不來的 你偷藏 我不是有不來的 我這樣也有不來的 你是不是有不來的